Hello大家好,这里是大叔 今天给大家带来超人平台的设计游戏 奇奇怪界,月夜草子 这是本作在超人平台的第二款作品 第一款作品是神秘的黑斗篷 之前给大家录制过 我记得当时就跟大家说 别看这款游戏的画风 非常卡通 但难度很高 到了二代 难度就更上一层楼了 而且在操作上也显得更加复杂 本作出品的时间是1994年 这个年份是比较晚的了 因为同年PS已经发售了 游戏的流程一共是9关 但是细心的小伙伴可能发现了 我现在攻略的是第二个关卡 山道 第一关哪去了呢 第一关是特训关卡 也就是教学关 是可以跳过的 刚才我进入了商店 买了一把钥匙 商店是本作的一个特色 但是说实话 作用不是很大 商店的名字叫做万代屋 购买东西需要消耗咱们平时捡的大盘小盘 在屏幕的右上角显示数量 刚才买了一个最便宜的钥匙 就是给大家演示一下商店的系统 之后我应该是不再进商店了 游戏的流程还是比较长的 所以我尽量快一点攻略 一些能够减掉的地方也就减掉了 第二关的buff战 山婆 出场的时候 他拿着一个盾牌 这个盾是能够打碎的 打碎之后 他双手都持匕首 可以发射出来 匕首可以用近身攻击 打飞 本作的小夜除了近身和远程之外 还能够投掷同伴 这是一种非常强力的攻击方式 可以在一个区域内造成持续的伤害 常规的关卡开始之前 可以选择一个同伴 为什么强调常规关卡呢 因为本作有两关 是强制卷轴的 类似飞行射击的关卡 那样的关卡是无法选择同伴的 这里我进入了一个屋子 能够拿到一千块 有的屋子可以给咱们讲命 这里就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后面不必要的屋子 我应该不会再近了 本作最大的特色 实际上就是同伴系统 同伴的数量是七个 常规情况下有三个 你进入特定的房间 能够收到另外的四个 有同伴在的时候 他会辅助你进行攻击 还可以和同伴合体 但是如果同伴被扔出去了 或者是他的血量再次耗尽 是无法和同伴合体的 合体持续一段时间 会自动解除 合体的过程当中 再次按下合体键 就会解除合体 同伴除了常规的 攻击方式不同之外 最重要的是 他们有特殊的能力 上一关收到了 天狗族的长老博石 本关能够收到 稻草人飞完 常规的 魔弄化的特殊能力 是可以找到隐藏的道具 鱼忍的特殊能力 是能够开锁 开锁包括锁着的宝箱 以及锁着的民房 子安盒上的特殊能力 是怪力 可以把巨石举起来投掷 合石的特殊能力 是飞行 飞完的特殊能力 是跳跃移动 另外两个同伴 还没有加入 等遇到了之后 再给大家介绍 第三关的BOSS战 魔尾狐 它的尾巴 应该是七条 这个魔字 让我想起了魔天童子 小的时候都管它叫做 广天童子 BOSS的血量 在屏幕的正下方 用蜡烛来进行显示 本作的BOSS还是比较肉的 而且越到后面的BOSS越扛大 进入到了二阶段 二阶段的BOSS非常讨厌 它站在那里的时候 无法造成伤害 只有移动的过程当中 才能够打到的 每个回合 它会移动三次 这三次如果向一个方向移动的话 可以从屏幕的一端 直接跑到另一端 范围还是很广的 坐在上方的少女是灰烈鸡 正好给大家介绍一下 本作的剧情 灰烈鸡是住在月亮上的 每年她会带着兔子 从月亮上下来 参加风收季 但是这次的风收季就出事了 贵烈鸡被突然出现的鬼族抓走了 抓走她的是大半大纳炎 大纳炎是官名 大家比较熟悉的秀吉的弟弟秀长 就担任过这个官职 这个故事应该是 取材自十一区的神话传说 有很多的求婚者 在追求灰烈鸡 灰烈鸡就向他们提出了 各种过分的要求 这个故事听起来有点熟悉 东亚地区的传统异能 就是要看看你们的态度 众多的追求者当中 贵烈鸡向大半大纳炎提出的要求是 取得龙神头上的五色龙玉 可怜的大半大纳炎 为了抱得美人归 为了走上人生巅峰 还是鼓起勇气去了 结果龙神发怒 大半大纳炎就灰溜溜的回来了 出婚失败 本作游戏当中除了灰烈鸡 和大半大纳炎之外 也出现了龙神这个角色 所以传说当中的主要人物 还是齐了 之前的第三关是草原 本关来到了战桥 进屋之后就是boss战了 boss是鬼族的魅流鬼 上来就用蓝牙棒 把小叶的同伴吹翻了 所以开场这一段 咱们是没有同伴可以用的 魅流鬼是那种灵活型的角色 打他需要抓机会 我最喜欢他的攻击方式 是扔出他手里的狼牙棒 没留鬼这个角色 后面和小叶 一敌一友 现在是他的第一次出场 后面还会再登场一次 算是加强的状态 我已经忙活半天了 他的血量还有三根蜡烛 同伴扔出去之后 要半天才能回复 但我觉得还是值得 boss战的过程当中 同伴只有两种是方式 一种就是输出 频繁地把同伴扔出去 还有一种就是留在身边 他的常规攻击 也能够蹭到一些伤害 但是最重要的 是boss发动强力攻击的时候 和同伴合体 因为无论合体 还是解除合体 都有两到三秒的无敌时间 这个无敌时间是非常珍贵的 第五关 长狼 本关开场没选择同伴 所以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 这是一个强制卷轴的关卡 但是强制卷轴的移动方式 显得有点颠簸了 和传统的飞行设计游戏相比 你的角色在不推方向的时候 不是不动的 是一跳一跳的 这样的话 有一点不适应 游戏当中的道具种类不是很多 除了 除了剪刀的大判小判之外 清水晶能够提升普通攻击的威力 一共是两段 但是如果受伤的话 攻击的威力会下降 另外能够捡到运服和剑刀卡 还有兔儿 这三样道具主要涉及到本作的血量系统 初代的时候 血量是用心来表示的 但是本作的大部分关卡 是用衣服来表示 这里打的是一个小boss 文符查符 我打了字幕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常规的关卡里 小叶的普通形态 就是穿着巫女服的 如果捡到了剑刀卡 身上会多一件防具 如果受伤的话 会退回到巫女服的状态 如果巫女服的时候 再受伤一次 那就暴衣了呀 只剩下短裤了 短裤的状态下 如果再受伤一次 那就下一条命了 但是暴衣的情况下 如果有兔儿 可以抵挡一次伤害 道具都可以在商店买到 但商店越到后面是越贵的 我好像被碰了一下 这一下影响还是挺大的 因为马上要boss战了 我的攻击等级下降了 输出会受到影响 本关的boss 攻击的角度也受影响 boss二形态多了一种攻击方式 双手持续的释放雷电 这种攻击方式在平的角落是可以躲过的 雷电王还有加强的版本 加强的版本在角落就已经躲过持续放电了 需要提前预判 双方都是最后一点血了 越到后面boss的攻击是越疯狂 移动轨迪也能够贴着屏幕的下方了 连续放电两次了 终于是打完了 这种强制卷筹的关卡我感觉难度比较高 没有同伴不能合体 第六关雪之峡谷 本关应该能够收到新的同伴 六七关各收一个 第八关是强制的卷轴 第九关就是绝诈 同伴在后边是血量耗尽了 左边有一个宝箱 看起来需要跳跃或者飞过去 游戏当中实际上存在大量的这种元素 需要利用到同伴的各种特性才能够拿到 但我要说的是 箱子里的东西往往对不起你的各种操作和努力 就是他的反馈不是特别积极 收到了新的同伴 燕鼠小次郎 他的特技是挖地 可以在地底潜行 我感觉这是一个比较有用的能力 因为你想啊 先和同伴合体 无敌几秒 再潜到地面 往前一动 又无敌了几秒 解除合体的时候 再次无敌 小boss战 雪女 这也是十一区经典的传说的妖怪 常规关卡的开场选择的是三名默认的同伴 你如果想选择后加入的同伴 需要拿到切换同伴的道具 上面会显示同伴的头像 而且会不断的变化 boss战 鬼门 鬼门首先需要打他的肩膀 然后再打头部 这个boss最重要的就是占安全位 同伴来了之后马上就扔出去 本官的boss实在是肉啊 目前打掉了一根血 灭了一根蜡烛 等他把刺球突出来之后 在中间输出 我站的位置应该是比较安全的 如果不考虑如果不考虑输出效率的话 我应该往下再站一站 然后就不移动了 不去投掷同伴 这样的话打boss更安全 但效率就低了 但效率就低了 同伴刚才扔出去了 这波机会 没什么东西可扔了 小叶看起来很可爱 其实超级腹黑啊 卖队友卖的太狠了呀 看到希望了 boss还剩一根蜡烛 后面的攻击角度不是很好找 角度不对的话 攻击会被手臂挡住 这次我就不等他把球吐住了 门还是开了 结算的分数其实已经无所谓了 美观开场除了选择同伴之外 实际上你可以选择单打还是双打 双打的话 同伴就是二批来进行控制的 这个合作的方式简直无语 小叶这铁头弓可以啊 其他的角色用头接也就算了 子安河上看起来有300接 也用头来接 只能说头太挺 这个地方给大家演示一下小次郎 最后一个同伴 万能机器人 铁抹 这个抹是哪个字呢 是上麻下驴 他的特性就在他的名字里了 万能 能够飞行 能够投掷岩石 能够释放大面积的导弹 听起来非常好用啊 但是他也有一个缺点 就是合体的时间短 要我说这个缺点不能忍啊 你想一下 合体的时间短 所以后面我应该不太常用他呀 关卡流程当中的同伴 最大的作用就是无敌时间 包括合体的还有解除合体的 这个无敌时间在本关看起来尤为重要 使用燕鼠的挖地也是可以的 不过这个地方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投掷机器人 本关的boss战 操猪僧 意思是操作念猪的僧侣 大家看字啊 不要光听 要不然的话有人可能会想 猪 什么猪 哪只猪啊 这么猛的吗 这也太狠了 难怪脸都憋子了呀 打他最好的方式就是近身 但是这糟糕的进攻位置 找到了boss的弱点 我不计谁也顶不住 打起来太疼了 第八关 天空的龙神 本关又没有同伴可以选 可以用 又是一个强制的飞行射击关卡 这次攻击角度倒是自由了一些 但是 大家发没发现 龙神游动的时候 总是向前起伏 这样的话就不太好 掌握小叶的位置 所以我还是缩在后面的时间比较多 本关我要吸取一下教学 保护好我的武器等级 把他留到boss 这样攻略boss的时候还能更加有效力 看起来本关的道具给的比较充裕 衣服和水晶给了好几波了 boss战 这是小boss战 一只雷兽 有安全位可以站 但效率上就要打一点折扣了 雷兽发射雷电 还有前扑 两种攻击方式咱们站在这 他都打不到 所以这个家伙看起来不大聪明的样子 又给了一波道具 我没想测 本关的补给道具真的非常多 这种敌人应该是打不碎的 只能够钻他的缝隙 之前的飞行设计关卡当中也出现过类似 越来越密了 三排 人刷天的位置大概能够猜到 从左刷到右 再从右刷到左 boss战 本关的boss是加强版的雷电王 颜色不一样 之前的应该是他弟弟 加强版的更难对付 普通攻击就是三项的散射 所以走位的时候要注意 不要被他逼到角落 现在还是第一形态 每次损失一个血量 boss就大惊小怪了 开始有了新的攻击方式 三连散射 过于残暴了一点 把高等级的武器 保留到boss 真的是正确的决定 效率提升了不少 这下没躲开啊 这家伙的速度变快了 他的移动也开始贴下面的边缘 他弟弟移动的时候 我感觉下方的边缘过不去 但是他移动的时候 由于没有影子 所以看起来缝隙更大 把小叶爆一了呀 好在下一关能够恢复成默认 最后一关 最后一关的同伙的同伴我还是选择了某龙化 因为上一部作品里面他是可选的角色 但是感觉在本作当中被矮化了 换成了万能机器人 鬼神殿里边是两场boss战 除了最终boss之外 还要再打一遍魅流鬼 利用了一下无敌时间 要是再留下去已经没用了 接下来就是争取把武器等级 服装等级 保留到boss 找了一个空隙钻过来了 刚才跳出来的四个 看起来有点像忍者神龟啊 我还去查了一下资料 看一下是不是彩蛋或者是乱入 结果发现不是 跳出来的 跳出来的忍者实际上是服务贯葬 你没听错啊 是服务贯葬 一会儿还会出现一种忍者 是红色的 从屏幕的两侧冲出来 发射手里剑 它叫做原非佐助 听起来好熟悉啊 好家伙刚才的宝箱里边装了一把钥匙 这是什么操作呀 开宝箱开了个寂寞 我溜着屏幕的底边 这样的话安全性高一点 换成女人吧 毕竟是最终战了 还是来一点赏心悦目的组组啊 小boss战 魅流鬼这次不会把咱们的同伴给轮飞了 这家伙有了新的攻击方式 打他的话我还是多合体吧 现在的离手狼牙棒跟踪效果非常强 他落地之后会发动一个范围更广的远程攻击 这个家伙也有弱点 弱点就是后面多出来的一种攻击方式 放雷电就是现在放雷电的时候 他站在原地半天不动 这个时候其实我应该把同伴扔出去 但是频繁的合体 毕竟小叶的头已经被撞的全是包了呀 还好用的不是泽安和尚 解除合体之后我虽然会无敌一段时间 但是同伴不无敌 开始扔吧 连续的放电 好机会啊 还是保持一点距离 还是合体吧 我刚才犹豫了一下 我在想是把同伴扔出去输出 还是保护自己 卖队友打的还是有效力 我被狼牙棒追着跑 但是同伴的CD还没好 打完之后 二人相逢一笑 迷人仇了 接下来的敌人就是最终boss 这个场景一定要小心一点 我的剑刀凯被打飞了 耳朵已经有了 我捡了一个给了5000分不少啊 最终boss战 大半大纳炎 大半在咱们古代是 陪伴在皇帝身边的大太监 这种boss的血量还是不少 这场战斗应该是整个游戏当中最艰苦的 地面的剑实际上可以使用近身攻击来解决 如果不追求效率的话 可以考虑无限的合体 解除合体 我的剑刀凯又飞了呀 武器的等级下降 Boss损失了大概四分之一的血量 迷人的T砍距离实在是太近了 比小夜都近 骗无敌现在没什么效率了 主要是我的武器等级下降 后面考虑换打法 Boss血量还剩60% 合体的动画时间太长了 尤其是撞头这一下 忍程攻击还是比较麻烦的 覆盖范围太广了 两把刀的移动速度不快 而且使用近身攻击也很容易打碎 怕的就是Boss这一下 下一波攻击换打法 卖队友吧 卖队友打的还能快一点 一发下去 Boss还有两根蜡烛 也就是40%的血量 我又被击中一次 这样的话已经爆一了 但是现在是有 突尔的状态 所以还能挡一次 找机会继续快点输出 耳朵也飞了 已经没有容错的空间了 就等队友快点出场 合体 找机会扔 好的打完 最后是弹尽两绝了呀 那好吧 这样一款超人平台的射击游戏 奇奇怪界 月夜草子 就给大家录制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个游戏再见